大家好,我是Stan 旁贪酸男成员P 遭政治人物强硬举手拍照 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而这个争议非常少见的 在时事新闻、演艺新闻 同时登上了热搜一位 根据媒体报道 7月19号旁贪酸男出席了 2030釜山世界博览会宣传大使委任市 当天国务总理等政府官员 给成员们颁发宣传大使回装后 一起拍照了 而在所有行程结束 各自要离开的时候 这位大统领事政策企划官 突然摘下口罩转身上台 跟V打招呼的同时 将V的手用力地举起来 朝着舞台下的相机摆了姿势 因为突然被抬起手臂 也因为服装姿势非常不方便的V 露出了不知所措的样子 但是这位只有自己很高兴的高官 拍了拍V的肩膀后下台了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对爱豆歌手来说 身体非常重要 视线预告都没有 就这样随便乱来真的很傻眼 一点都不尊重对方 只要自己高兴就可以的思考逻辑 真的是太不成熟了 根本就是把人当成奖杯再举起来 只知道利用BTS名气的政治人 一点都不尊重BTS 到底是在做什么 有眼睛的话应该看到了 美国拜登是怎么对待BTS的吧 看着这些水准落后的政治人 真的是很愤怒 太傻眼了 海外粉丝们看到这个的话会怎么想呢 为什么我们国家其他都在进步 只有政治在推步呢 太丢脸了 对于这位政府高官的行为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 下一个消息是 在昨天 KINGARAM推出LISERA品号 今天一位自称是KINGARAM朋友的A某 在网上发文表示 爆料KINGARAM霸凌的B某 是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欺负我的人 骂我父母也对我施暴 但是现在因为在双方吵架的事情 天佳乐谎话却变成了受害者 而得到大家的安慰 我却变成了二次加害者 真的很冤枉 之前那个同学在更衣室的照片 也是B某散播 所以学校才会召开学报会 B某在那里得到了6号处分 强制转学了 我是因为KINGARAM的朋友 有将这些资料与朋友们的证言搜集起来 传递给所属公司 但是所属公司为了自己的形象 没有使用这些资料 18岁的KINGARAM 只是被利用丑话题后被抛弃了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好感动的友情 所以是想要说什么 就算照片那件事是B某做的 结果还是一起霸凌后 一个人得到了6号处分 一个人得到5号处分了 不是吗 虽然很不喜欢HIB 但是谁会用校园霸凌来丑话题呢 只会让形象坠入谷底 不是 LISERAPIN又不是在不知名的中小公司出道 对内有SAKURA KIMCHIWON HUYUNJI 已经很有知名度了 为什么会用霸凌来丑话题呢 也有网友表示 是KINGARAM的错 也欢迎他的退团 但是还不对他做了非常过分的事情 也是事实 也算是丑话题吧 不管怎么样 因为他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团体 因为他的退团 也没有人会黑他们了 嗯 酸民是什么都能拿出来黑的 所以丑话题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太要忘了 词词词曲 我告诉你 不至于他官方认识 我现在听到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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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